为什么美国敢威胁停止向中国C919供应发动机 却不敢对华为完全禁售 究竟是什么原因 敬请关注 在中国疫情关键时期 美国却爆出打算停止向我国C919科技供应发动机的新闻 尽管后来特朗普在推特中澄清来了个大反转 欢迎中国购买美国的科技发动机 但是C919未来会不会再与波折 如何应对 美国敢对威胁断供发动机 表面原因是中国造不出C919用的发动机 实质上中国在民用大飞机领域的标准方面 一点话语权都没有 未来即使我们造出C919用的发动机 美国照样在其他飞机部件方面威胁断供 一样可以让C919步履艰难 像大飞机被美国威胁断供的还有华为 但是华为应对就非常淡定 马上开启各个领域的备份计划 例如操作系统关键芯片等等 而美国对华为的断供却一直延迟再延迟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切断对华为的芯片出口 华为能扛住美国的超强压力 原因有很多 其中关键一点是 华为在通信领域参与了标准的制定 以5G为例 华为占有世界5G技术标准的三分之一 意味着美国的5G技术包含了华为的技术标准 华为也可以用断供的手段 威胁美国的5G的发展 从华为的实力中看出 掌握威胁美国的手段 才可以防止被美国威胁 现在C919采用世界采购部件 和自主开发两条腿走路的战略 尽快开发出自己的大飞机 我国作为大型客机领域的新人 用短时间就研发出了C919 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而且C919进入高频率试飞 和获取试航证的阶段 几年之后 必然可以实现量产 C919的各类订单 已经达到1000架 包括国外订单 它已经是世界客机市场的重要竞争者了 但是C919大量采用 欧美国家的重要部件 例如发动机 传感器 部分飞行控制系统等等 C919是要飞出国门 不能只在国内飞行 为了实现全球飞行 C919也只能采用欧美的零部件 这就是给美国威胁留下大破绽 而且是多个破绽 不只是发动机 美国的波音737 MAX 由于两次相同的原因的追击事故 至今仍然被停飞 今年波音不但卖不出737 MAX 而且要赔偿各大航空公司经济损失 这次美国威胁断供发动机给C919 就是要让C91911点量产 让波音喘口气 不然C919不但会抢走波音在中国的市场 甚至会抢占其他国家市场 美国是不能忍的 按照美国人的思维 中国多卖出一架C919 美国或许就少卖出一架波音737 可见未来一旦C919开始量产 而且产量达到美国认为的不可接受的范围 但在民用航空领域 中国要站得住 不但要掌握多项核心技术标准 还要有威慑到波音和空客的技术手段 能威胁对手 才是防止对手威胁的最好手段